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权威发布 今天上午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 请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 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 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进展与成效 并回答记者提问 发布会马上开始 我们一起进入现场 女士们 先生们 上午好 欢迎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发布会 今天我们举行 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二十四场 我们请到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李忠先生 为大家介绍 为大家介绍新时代 新时代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取得的成就 并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与李部长一起出席今天发布会的事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就业促进司司长张颖女士 养老保险司负责人 齐涛先生 现在我们先请李忠副部长介绍情况 各位记者朋友 大家好 很高兴出席今天的新发布会 借此机会 首先感谢大家 长期以来对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党的十八大以来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这十年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把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 根据我国发展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坚持实事求是 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 按照坚守底线 突出重点 完善制度 引导预期的思路 补齐民生短板 注重加强 普惠性 基础性 党底性 民生建设 使人民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更加充分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习近平总书记 高度重视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强调 就业是民生之本 是最大的民生 社会保障 是治国 安邦的 大问题 要推动实现 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 健全 覆盖全民 统筹成乡 公平统一 可持续的 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 各地区各部门 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推动我国就业 和社会保障工作 取得历史性 重大成就 有效改善了人民生活 为经济平稳运行 社会和谐稳定 提供了有力 支撑 为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 提供了有力条件 这十年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在14亿多人口的大国 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我国就业优先战略 深入实施 积极的就业政策 不断丰富发展 就业优先导向 显著增强 城镇就业规模 显著扩大 城镇新增就业人数 年金超过 1300万人 城乡就业格局 发生历史性改变 2021年 城镇就业人员占比 超过六成 比2012年 提高了13.8个百分点 就业结构 不断优化 第三产业吸纳就业能力 增强 从业人员占比 从2012年的 36% 提升到 2021年的 48% 失业水平 保持低位 城镇调查失业率 总体 低于 预期控制目标 高校 毕业生 农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 等重点群体 就业平稳 脱贫 劳动力 外出 务工规模 保持在 3000万人以上 劳动者 合法权益 得到有效维护 劳动关系 保持总体 和谐稳定 劳动者 职业技能素质 持续提升 技能 人才队伍建设 不断加强 全方位 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基本建立 春风行动 百日千万 网络招聘 等特色活动 成效明显 人力资源 服务业规模 发展壮大 这十年 我国社会保障体系 建设 进入快车道 经过不懈努力 建成了 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世界上规模最大 功能完备的 社会保障体系 围绕兜底线 织密网 建机制 推进社会保障 全覆盖 保基本 多层次 可持续发展 制度改革 取得重要突破 覆盖范围 不断扩大 基本养老 失业 工商 三项社会保险参保人数 从2012年的 7.9亿人 1.5亿人 1.9亿人 增加到2022年6月的 10.4亿人 2.3亿人 2.9亿人 10年间 仅养老保险 就增加了 2.5亿人 保障能力持续增强 3项社会保险基金 5级社保金办服务网络 基本形成 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平台 上线运行 管理服务 规范化 标准化 信息化水平 显著提升 这些成绩的取得 根本在于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 党中央的 坚强领导 根本在于 习近平 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 踏上 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 新真诚 坚持 以中国式现代化 推进 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 我们将更加 紧密地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 党中央周围 立足 新发展阶段 贯彻 新发展理念 构建 新发展格局 在推动 高质量发展中 实现更加 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全面推进 多层次 社会保障 体系建设 促进 社会公平正义 促进 人的全面发展 使全体人民 朝着 共同富裕目标 扎实 迈进 下面 我和我的同事 愿意回答 各位记者朋友的问题 谢谢 谢谢李部长 下面欢迎各位提问 还是 提问之前 请大家通报一下 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 从东区来吧 东区第三排 那个意思 谢谢主持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记者提问 我们看到 这十年来 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是取得了长足发展 有力增进了民生福祉 那么请问呢 在推进做好相关工作中 有哪些感受和体会 又有哪些需要 长期坚持的经验和做法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 保障和改善民生 提出一系列 新思想 新观点 新论断 为做好新时代民生工作 指明了前进方向 提供了根本遵循 我们深入学习领会 坚定不移地贯彻 落实到工作 全过程 各方面 我们体会呢 有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的 规律性认识 和经验做法 需要长期坚持和发展 一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这是做好工作的根本政治保障 我们党 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 加强组织领导 调动各方面力量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推进社会保障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发展 特别是近年来 积极应对疫情 和中美经贸摩擦等 带来的冲击和影响 把稳就业 保就业 放在六稳 六保的首位 保持了就业局势的 总体稳定 这些都充分表明 只有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坚决贯彻落实 党中央决策部署 民生保障 才能办出时效 办得更加牢靠 二是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 这是做好工作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做好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涉及人民群众 最关心 最直接 最现实的利益问题 我们党 坚持发展 为了人民 发展依靠人民 发展成果 由人民共享 稳定和扩大就业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为人民创造美好生活 奠定了坚实基础 这些都表明 只有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突出群众实际感受 突出群众普遍受益 才能更好回应 人民现实需求 不断增进 人民群众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三是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这是做好工作的 重大原则 这充分体现了 实事求是 和一切从实际出发 是对我国基本国情 和发展阶段的 深刻把握 我们党坚持在 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把发展作为 解决就业问题的基础 和前提 不做超越发展阶段 和财力水平的事情 随经济发展 逐步提高 社会保障水平 只有立足国情 遵循规律 坚持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注重稳定性 连续性 累积性 才能确保 就业和社会保障工作 行稳 致远 三是 四是 坚持 坚守底线 突出重点 完善制度 引导 预期的民生工作思路 这四个方面 互相配合 互为补充 相辅相成 共同构成一个 完整的体系 我们党切实把 坚守底线 摆在第一位 集中力量 做好 普惠性 基础性 兜底性 民生建设 兜助 困难群众 基本生活 突出 就业和社会保障领域 重点群体 重点问题 重点环节 以重点突破 带动 整体提升 坚持制度引领 与时俱进 改革创新 推进制度 更加成熟定型 正确处理理想和现实 需要和可能 当前和长远的关系 促进 形成勤劳致富 改善生活的 良好舆论氛围 和社会预期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我国依然面临 就业总量压力 和结构性矛盾 社会保障覆盖范围 也还需要进一步扩大 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健全多层次 社会保障体系 仍然是长期的 重大战略任务 我们必须坚持 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的 科学指引 进一步深化 做好就业 和社会保障工作的 规律性认识 坚持长期 坚持行之有效的 经验做法 推动就业 和社会保障工作 持续健康发展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女士 谢谢主持人 见面新闻记者提问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 关系到千家万户的生活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的就业形势 总体如何 为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的就业 而下一步 还将如何发力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就像我前面也提到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 高度重视就业工作 明确把就业摆在六文六宝之手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推动就业工作 在十年间取得历史性成就 这十年 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 在十四亿人口的大国 实现了比较充分的就业 一是城镇就业规模 比不断扩大 城镇新增就业 年均超过一千三百万人 十年累计城镇新增就业 一点三亿人 调查失业率 总体低于预期控制目标 二是就业结构更加优化 城镇就业格局 发生历史性改变 2021年 城镇就业人员占比达到 百分之六十二点七 第三产业成为 就业最大容纳器 三次产业到金字塔型的就业结构 初步形成 三是就业质量稳步提升 工资水平不断提高 2021年 城镇单位人员工资 较2012年翻了一倍 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继续扩大 灵活就业人员权益保障 不断完善 四是重点群体就业平稳 十年来 有八千多万高校毕业生 总体就业水平保持稳定 农民工总量增至2.9亿人 脱贫劳动力 务工规模保持在三千万人以上 去产能职工 退捕渔民得到妥善安置 失业人员 困难人员就业平稳 既服务保障了改革发展大局 也兜住兜牢了基本民生的底线 五是支持体系日益健全 创新实施就业优先政策 并置于宏观层面 减负文港扩就业的政策工具 丰富完善 综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初步建立 技能劳动者总量 增至2亿人以上 全方位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 持续健全 年均为数千万用人单位和劳动者 提供就业创业 服务支持 在各方的共同努力下 我国就业局势长期保持总体稳定 成为民生改善 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支撑 与此同时 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 我国就业总量压力长期存在 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 不确定 不稳定因素增多 就业工作 仍面临不小挑战 下一步 我们将坚决贯策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持续强化就业优先政策 努力实现更加充分 更高质量就业 具体我们重点要突出五个着力 一是着力稳定扩大就业岗位 坚持把就业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目标 推动财政货币 产业等政策 产业等政策 具力支持稳就业 支持市场主体 稳感扩感 二是着力推进 创业带动就业 持续优化创业创新环境 加大对初创时期帮扶力度 完善用工和社保政策 支持灵活就业 健康发展 三是着力保障重点群体就业 聚焦高校毕业生 农民工 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 分类帮扶 精准实测 构建多元化的帮扶体系 四是着力促进 培训服务提制 健全就业失业服务 管理制度 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 增强培训服务 针对性 有效性 五是着力维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开展和谐劳动关系 创建示范活动 巩固根治 欠薪工作成果 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监管 营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好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女士 好 谢谢主持人 红星新闻记者提问 今年青年事业率 一直是居高不下的 高校毕业生人数 今年是再创了新高 那么社会是广泛关注 青年人的就业问题 那么请问人社部 在推动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人群体就业方面 是做了哪些工作 下一步还有哪些安排和部署 谢谢 好 这个 我们这位女士呢 是就业促进宿司长 她直接负责这项工作 我们请她来介绍相关的情况 感谢您的提问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事关民生福祉 经济发展和国家未来 过去十年 我国高校毕业生总量持续扩大 就业率保持较高水平 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 与此同时 高校毕业生就业的总量压力 与结构性矛盾并存 特别是今年以来 部分地区疫情散发 出现市场岗位需求减少 部分招聘求职活动取消或者延后 一些青年的求职就业 出现了新的困难 对此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 十四五就业促进规划 专设了青年就业的篇章 国务院办公厅专门印发了 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的意见 推出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政策举措 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就业创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坚决抓好贯彻落实 坚持把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 以就业服务攻坚行动为抓手 加大政策支持 服务保障 困难帮扶 权益维护 多渠道 促进他们就业创业 我们的具体举措呢 可以概括为四个强化 一个简化 一是强化政策支持 运用就业补贴 扩港补助 社保补贴等政策 鼓励企业更多的吸纳就业 落实学费补偿 高定工资等政策 实施三支一服务等基层项目 拓展基层就业的空间 提供担保贷款 税费减免 社保补贴等政策 支持自主创业和灵活就业 二是强化招聘组织 打造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平台 高频组织线上线下招聘活动 为毕业生等青年就业 提供职业指导 岗位推荐 职业培训 或就业见习的机会 组织有需求的青年 参加学徒培训 新职业培训 增强他们的经验和技能 三是强化困难帮扶 对未就业的困难毕业生 开展结队帮扶 实施一人一策 优先推荐岗位信息 优先组织参加就业见习和职业培训 对一些长期失业青年 将实施就业起航计划 开展实践引导和分类指导 组织他们尽快就业 四是强化权益维护 持续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 坚决查处就业歧视 黑中介 虚假招聘等违法行为 畅通投诉举报渠道 保障高校毕业生 等青年就业的合法权益 五是简化就业手续 取消公共机构就业协议书签章 取消毕业生到公共机构办理报道手续 延长档案转递和落户办理的实现 推进体检结构互认 方便高校毕业生求职就业 总之 人力尊社会保障部门将竭尽全力 为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 提供支持和帮助 谢谢 下一个问题 前排 谢谢主持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提问 养老金的发放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 请问目前五国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整体情况如何 另外 今年启冬实施了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再次调整了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 还出现了疫情等一些超预期的因素 这是否会对养老金按时作发放造成影响 谢谢 好 这个问题我们请我们养老保险司副司长吉涛来回答 谢谢您的提问 养老金关系亿万退休人员的生活 党的18大以来 按照党中央的统一部署 连续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水平不断提高 今年尽管受到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仍按照4%的比例 调整退休人员养老金 目前 增发大养老金已发放到位 经过30多年的不断改革和完善 尤其是党的18大以来 养老保险事业快速发展 制度运行更加稳健 基金更可持续 为确保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积累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您关心的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行情况 能否做到按时足额发放 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来看 一是当期能平衡 2021年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 4.4万亿元 基金支出4.1万亿元 当期收支总体平衡略有结余 今年以来 基金仍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二是跨省有条纪 今年1月 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制度 启动实施 对基金困难省份的支持力度更大 上半年已完成1240亿元 1240亿元的资金调包工作 有力支持了困难省份的养老金发放 三是累计有结余 当前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累计结余5.1万亿元 有较强的保障能力 四是财政有补助 中央财政对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 补助力度持续加大 今年达到了6500亿元左右 并重点向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倾斜 全国统筹实施后 韩建立了地方财政的投入机制 五是长远有储备 全国社保基金有超过2.6万亿元的战略储备 中央层面以划转国有资本1.68万亿元 充实社保基金 下一步 韩将综合采取一系列措施 推动养老保险制度不断改革完善 促进制度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 能够保证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 谢谢 下一个问题 第三排那位女士 谢谢第一财经记者提问 我们注意到今年来出台了一系列的社保政策 有效减轻的企业的负担 那么今年又制定实施了一系列的社保助洗书棍的政策 目前效果如何 谢谢 你这个问题 我们继续请杨老保险司吉涛副司长回答 谢谢您的提问 今年来为缓解经济下行压力 降低企业成本 稳市场主体 稳就业 党中央先后七次部署 降低社会保险费率 五项社会保险费率总水平从41%降至33.95% 单位费率由30%降至23.45% 企业社保成本大幅降低 2020年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党中央部署实施了力度空前的阶段性减免企业 社会保险费等政策 全年共为企业减负1.54万亿元 有力支持了企业度过暂时性困难 今年 为扎实稳住经济 保就业 保民生 按照党中央部署 社会保险方面实施了 降 缓 反 补 依赖的政策 一是延续实施 阶段性降低 失业 工商保险费率政策 一至7月 为企业减负 超过1000亿元 二是对餐饮 零售 旅游 民航 公路 水路 铁路运输 等5个特困行业 和通用设备制造 汽车制造业 等17个困难行业企业 以及受疫情影响严重地区 生产经营出现 暂时困难的所有中小微企业 各体工商户 阶段性环角 养老 失业 工商 三项 社会保险费 从4月底政策陆续出台 到7月底 共还缴494亿元 60多万户企业受益 三是提高失业保险 文港返还标准 将中小微企业的返还比例 有60% 最高提至90% 大企业 有30% 提至50% 提至7月 共向667万户企业 发放文港返还资金 397亿元 四是新增失业保险 留工补助政策 支持中高风险 疫情地区 和5个特困行业的参保企业 文港 拓港 政策实施3个月以来 向290亿万户企业 发放补助资金 135亿元 下一步 我们将认真落实好各项社保纾困政策 密切跟踪关注各地环缴社会保险费政策实施情况 及时研究解决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 新问题 进一步实施政策落实快办行动 实现环缴社会保险费 极深极响 积极推行失业保险 文港返还和留工补助政策 免深极响 加快释放 减负文港政策红利 谢谢 下一个问题 第二排这位女士 谢主持人海报新记者提问 中国老龄化速度不断加快 养老问题越来越受到大家的关注 请问在发展多层次 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方面 人社部这十年做了哪些工作 下一步还有哪些举措 谢谢 好 谢谢你的提问 你关注的养老保险问题呢 它是社会保障制度的 这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党的十八大以来呢 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 力度最大 发展速度最快的时期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 我们以增强公平性 适应流动性 保证可持续性 为重点 统筹推进 覆盖全民 统筹成乡 公平统一可持续的 社会保障 气息建设 陈旧 举世瞩目 具体来说呢 主要的工作和陈旧 包括这么一些方面 一呢 是制度体系建设 取得突破 这期间 我们开展了 养老保险的顶层设计 出台了 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总体方案 统一了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制度 形成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两大基本养老保险的制度平台 实施了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实现了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 出台了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投资管理办法 开展了市场化的投资运营 建立了企业养老保险基金中央调剂制度 全面实现了养老保险的省级统筹 目前我们正在抓紧实施养老保险的全国统筹 建立职业年金制度 出台了个人养老金制度 填补了多层次多支柱 养老保险制度的空白 第二是覆盖范围持续扩大 围绕着全民覆盖 人人享有社会保障的目标 实施全民参保计划 精准地推进重点群体的参保 2012年到2022年的6月底 我们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 从7.9亿人增加到了10.4亿人 这10年间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 增加了2.5亿人 三是待遇水平稳步提高 综合考虑物价变动 职工工资增长 基金承受能力 以及财力状况等因素 从2012年以来 我们连续调整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 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建立健全基本养老金待遇确定 和合理调整机制 从2014年以来 四次统一提高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 全国基础养老金的标准 四是管理服务的水平 在显著提升 以养老保险为重点的社会保障 记录一身 保障一身 服务一身 这是我们服务的口号 各位到我们社保的金办机构去看 蓝色的背景之下 都有白色的这几个大字 记录一身 保障一身 服务一身 这就是我们社会保障 服务群众的目标 按照这个 我们服务的规范化 标准化 信息化检设 再进一步加强 群众社保事务 就近办 线上办 快速办 更加的方便快捷 我这还有个数据 截止2022年6月底 社会保障卡 持卡的人数 超过了13.6亿人 其中电子社保卡 领用的人数 超过了5.75亿人 国家社会保险 公共服务的平台 累计访问量 已经超过了36亿人次 有效的方便了群众 跨省通伴 一网通伴 五是经济运行 减证器的作用 凸显 经济运行减证器 这也是我们社会保障 特别是养老保险 在关键时刻 发挥作用的 一个重要的方面 比如大家就注意到了 2022年 新冠疫情严重冲击 那么我们实施了 力度空前的 减免缓 降反补政策 全年 就光2020年那一年 包括养老保险 在内的三项社会保险 就为企业减负 是1.54万亿元 今年呢 又出台了 助企纾困的政策 阶段性的环缴 养老保险 等三项社会保险费的 单位缴务费部分 刚才我们齐涛副司长 就这方面情况 也做了介绍 这些政策呢 含金量都是比较高的 受益面比较广 应该说 比较广泛地得到了企业 和各方面的欢迎和认可 那么下一步呢 我们将坚持 以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 按照党中央国务院 对养老保险 顶层设计的决策部署 积极适应 人口老龄化 新型城镇化 和就业方式 多元化的行事要求 持续地推进社会保障制度 重大改革 不断地扩大社会保障 覆盖范围 尤其是对灵活救援人 更多地要把它 纳入到社会保障里面 积极地推动社会保障 法治化 更加重视社保基金安全 和保持增值 努力提升社会保障 管理 精细化程度 和优质服务的水平 扎实推进 更加公平 更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谢谢 下一个问题 第二排那位男士 你好 新华社记者提问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 他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请问在帮扶困难群众就业方面 有哪些具体取错 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帮扶困难人员就业 关系群众冷暖 关系民生底线 正如你刚才提问提到的 习近平总书记 最牵挂的还是困难群众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对困难群众 我们要格外关注 格外关爱 格外关心 千方百计 帮助他们排忧解难 各地区各有关部门 认真贯策落实 全力帮扶困难人员就业 我这也有一组数据 十年来 累计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是5501万人 帮扶困难人员就业 1768万人 与此同时 部分困难人员家庭负担重 技能水平低 市场竞争力弱 就业难度比较大 因此 帮扶他们就业 是政府部门 义不容辞的责任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将会同有关部门一道 持续加大就业援助的力度 健全机制 加力推进 全力帮扶困难人员就业 具体呢 我们有这么一些考虑 在帮扶困难人员就业方面 一是健全帮扶 台账 就是明确哪些人应该帮扶 我们建立好台账 及时的将符合条件的困难人员 纳入就业援助的范围 目前呢 各省就业困难人员 主要包括大龄 身有残疾 享受第一宝 连续失业一年以上 以及因失去土地等原因 难以实现就业的人员 第二呢 是加强政策的支持 对困难人员就业创业 提升能力 给予有利的支持 对企业吸纳困难人员就业的 如果你企业吸纳困难人员就业 那么我们给你税费减免 社保补贴 对于困难人员从事个体经营的 我们给予担保贷款 及贴息等支持 对从事灵活就业的 给予社保补贴 对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 给予职业培训补贴 职业技能鉴定补贴 还有生活费的补贴 三是加强服务保障 坚持日常援助与集中援助 相结合 建立发现认定 动态管理 分类帮扶 跟踪回访的工作机制 为困难人员制定 一对一的帮扶方案 同时呢 我们还在像元旦春节 这种两节期间 持续的举办 就业援助业活动 集中帮扶困难人员就业 四呢 是加强兜底的安置 对于通过市场渠道 确实难以实现就业的困难人员 那么我们开发保安 保洁 绿化等这些公益性的岗位 予以兜底安置 大家也注意到了 近期我们针对就业困难人员 面临的一些极难筹判问题 我们正在会同民政部 中国残联举办了就业援助 暖心行动 以援助暖明星 就业解民优为主题 为长期实业人员 家庭困难毕业生 残疾人等急需就业的人员 集中送岗位 送服务 送政策 送温暖 活动呢 我们是从8月初启动的 目前呢 已经走访摸牌了困难人员 57万人 帮助实现就业20万人 在这呢 也借这个机会 衷心的希望 社会各界积极关注和参与 本次活动 更多的关心 支持就业援助工作 帮助困难群众 解决度过暂时 解决暂时的困难 谢谢大家 前排内侧那位男士 里边有 里边这位先吧 谢谢主持人 中心设计的提问 我的这个问题 是跟就业相关的 就业在打赢脱贫攻坚战中 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要继续发挥就业 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推进乡村振兴方面的积极作用 那下一步呢 我们还将采取哪些具体的举措呢 这个问题 我们请就业促进师 张一司长回答 好 感谢您的问题 一人就业 全家脱贫 增加就业 是最有效 最直接的脱贫方式 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 基本措施 在脱贫攻坚战中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 坚持外出务工与就近就业两大方向 强化就业服务 职业培训 权益维护 三大手段 全力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增收 贫困劳动力的务工规模 从2015年的1227万人增加到2020年的3243万人 三分之二以上的建党利卡贫困人口 主要靠外出务工和产业脱贫 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来 我们继续加厉 今年上半年 脱贫人口务工规模 已经达到了3223万人 与此同时 一些脱贫人口就业还不稳定 稳定脱贫人口就业的任务仍然艰巨 我们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四个不摘的要求 延续拓展脱贫人口就业帮扶的政策措施 权力确保脱贫人口务工规模总体稳定 助力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 主要的政策措施有以下的几个方面 一是权力引导有序外出 健全完善东西部劳务协作等机制 提高劳务输出的组织化程度 帮助有意愿外出务工的脱贫人口 愿出 净出 对其中有集中外出需求的 结合实际提供点对点的输出服务 二是权力稳定就业岗位 加大社会保险费还缴 失业保险文港返还等文港政策的落实力度 强化跟踪服务 稳定脱贫人口的就业岗位 同时 及时提供职业指导 职业介绍 技能培训等服务 优先帮助有需要的脱贫人口转岗就业 三是权力拓宽就近就业的渠道 结合乡村振兴战略和城镇化建设的实施 支持产业发展促进一批 发展就业帮扶车间吸纳一批 鼓励返乡入乡创业带动一批 扶持灵活就业发展一批 用好乡村公益性岗位安置一批 持续拓展就近就地的就业空间 四是权力保障重点地区 将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 异地搬迁扶贫安置区作为重点 加大资金项目政策倾斜支持 定期组织招聘活动 定向投送岗位信息 确保重点地区的就业水平 不低于面上整体水平 谢谢 好 前面那位男士 谢谢 封面新闻记者提问 近期新冠肺炎康复者在就业市场 受到歧视的现象以外关注 请问人设部对此有何回应 新冠肺炎康复者求职和就业的权利 应该如何保障 谢谢 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歧视 是稳就业的重要举措 对前段时间 这个新冠康复者就业歧视的问题 人设部高度重视 紧急行动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我们也专门下发了通知 具体的情况呢 我们还是请就业促进次的张颖女士 给你介绍 谢谢您的提问和对这一问题的关心和关注 坚决防止和纠正就业歧视 是稳就业保就业工作的重要方面 也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必然要求 近期呢 各别地方出现了部分企业和机构 滥用健康码等检测查询工具 对新冠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的问题 严重侵害劳动者的平等就业权益 人力尊社会保障部对此高度重视 迅速行动 7月29日 人力尊社会保障部 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 印发了关于坚决打击 对新冠肺炎康复者就业歧视的紧急通知 对禁止新冠康复者就业歧视 做出细化规定和工作部署 具体的这个文件呢 主要可以概括为 一个不得四个严禁 一个不得呢 就是除了因疫情防控需要 并科学合理设置新冠病毒检测 核酸检测信息查询期限外 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擅自非法查询 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 四个严禁 即严禁发布含有 歧视新冠康复者内容的招聘信息 严禁以新冠病毒检测历史阳性为由 拒绝招用新冠康复者 严禁在劳动者入职和用工过程中 对新冠康复者实施就业歧视 严禁随意违法辞退 解聘新冠康复者 对用人单位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违反上述规定的行为 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 卫生健康主管部门将采取行政约谈 通报曝光 行政处罚等有利措施 发现一起处理一起 8月10号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会同最高人民法院 印发了关于加强行政司法联动 保障新冠肺炎康复者等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的通知 要求加强就业歧视 案件审理 依法受理相关诉讼 合理分配举证责任 提高司法保护效率 做到快力快审快捷 我们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 切实保障劳动者平等就业权利 谢谢 好 如果大家没有更多的问题 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就到这里 谢谢各位发布人 谢谢各位媒体朋友 再见